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礼仪潭全省有三个 这个普里的礼仪潭最比较特色 就是说我们有七个穴 我们每一个穴位都有很特色的地理环境 相传 礼仪潭的七大穴位分别为 礼仪穴 龟穴 鹰穴 龙穴 龙穴 蝶穴 虾穴 及五公穴 不同的穴位拥有不同的地貌及故事 为好山好水填了不少人文诗意 而矗立于鲤鱼穴的观音像 更成为此处的新地标 我们这个观音一共有十二公尺高 它都是用成统做的 那么它的建造费用是很高的 不过它可以放在这边 可以放三千年以上 它是要所负责我们台湾 让我们台湾市能够国泰民安 空调以顺 也可以把我们南投的人 的人才或者是长官会步步高升 玻璃是好地方嘛 这里山林水秀气候非常好 水质非常好 又出美泥 又是好人前卫 当然一定要来 离坛是过去我们普里镇的乡亲 票选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普里镇的第一名的风景区 这次的普里赏春嘉年华 吸引了许多游客来赏春 当天适逢观音得到日 当地传说每次必定下雨 象征浦江甘霖 整个鲤鱼潭在烟雨朦胧中 美不胜收 普里鲤鱼潭的赏春嘉年华 就趁这个春天的季节 那这里也是一个 普里最重要的风景区 邀请各进大家来赏春 我们在步道上可以迎面来 来浦向我们这脸上 所以这个蝴蝶鱼 这个蝴蝶祭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蝴蝶都会 在我们周边 在那边萦绕着我们每一个人 沿着湖边走 森林的芬多金与富林子 让每个在这里散步的民众 身心舒畅 甚至连飞越的林阳祭镇 都赞不绝口 在水域方面呢 差不多19公里很多 其余都是有2.2公里的步道 我们步道走起来 非常非常的舒适 曾经我们前进的这个季政 小姐来这边快步走 每一次走的都是走3000以上 除了森林步道外 埔里也是著名的温泉区 当地独家的奈米牛奶浴 将水打成12亿分之一的奈米分子 水泡成乳白色 宛如牛奶浴而得名 因为它的奈米牛奶浴 可以生成到我们皮屋第二层 所以你整个泡在里面呢 那个油煮都会浮在上面 鲤鱼潭周遭另一个著名地标 就是全台湾唯一建筑在水面上的水上饭店 总统马英九先生来到伯利时 就曾经下塔于此饭店 我们鲤潭最特别的是 我们建造的一个大饭店 我们全部用了600多根的水鱼筑 打下19公尺深 它在这个到我们沿盘的第二层 有住的当然少不了吃的 利用福桶将整个餐厅浮在水面上 在晚上用餐时搭配特殊光影水舞 真是令人赏心悦目 鲤鱼潭虽然在南投埔里地处台湾中心 不过现在交通非常方便 甚至可以有接驳车接送到此 驳到六号下来的时候 到我们鱼潭只有五分钟就可以到 从台北或是高雄做捷运到乌入 乌入有一个接驳车来到我们这个扑里 然后我们饭店会派车去接驳到我们鱼潭这边来 所以交通都非常方便 你有多久没有到过普利了呢 下次休假时不妨安排个时间 领略这个世界级的领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